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七分区主席陈秀兰 带领莲花、新城、东洋等三个狮子会做公益 捐牌米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落实国际狮子会五大置业 救济饥饿 感谢花莲市长为家宴提供便利的平台 岁末年中寒冬送暖 国际狮子会300F区第七分区主席陈秀兰 日前带领的莲花、新城、东洋等三个狮子会做公益 捐赠白米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GST的协调长胡昆吉 做爱新捐赠了200斤的白米 那我们是莲花狮子会 还有那个东洋狮子会 还有那个新城狮子会 我们一起合办这个寒冬送暖的物资 送来到这边 就是爱新软人间有需求的地方就有私有的服务 那也很感谢 就是有一同捐赠物资到食物银行这边来 那给需要的民众们爱新不乐人和爱新散播下去 市长魏家燕代表华莲市公所致政感谢状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第七区的我们陈主席 带领我们三个分区 然后一起来捐赠 有我们莲花、有我们新城、有我们东洋 一起来捐赠 那真的很感谢 那我们知道年关将近有非常多的一些 比较困苦的人需要物资的协助跟帮忙 那家燕也在此要拜托各位 如果有不管是工或是私的一些企业想要捐赠 那我们食物银行还有我们市公所这边 也欢迎大家来做捐赠的一个典礼 市公所表示爱花联食物银行1月20号到1月29号公休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在1月30号之后再来申领 申领的时候记得带身份证明文件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